三座中国宫廷市的祖坟分别设有护栏及香炉 其中一座样地范围 显然超出公所普通公墓单关 埋葬面积16平方公尺的规定 不仅如此还设置了停车场 非常不合理 因为实则虽然是大 但是也不能大到影响到别人 因为为什么 你是农舱的人也就算了 如果你是外地的那更不行 那是谁准你们去做这个事情的 做这么大的坟墓的 这个我们都不知道 龙山公墓赫兰出现这样的祖坟 清明节期间 部落族人议论纷纷 公首表示将派员前往丈量 如有违规将要求家属改善 墓基方面有抄建 或者是要改善的部分 我们就按照规定 我们东河乡的墓政管理条例 自治条例方面来处理 是否要诊鉴或者是 认为其他的处分 我们会追踪 至于三座信件的祖坟前停车场 公所方面则解释 是有公所与清明节前首射 并非失分所有 那公所及人车方面的 这个停车的问题 那在今年的清明节之前 我们把那个 把那个 龙山公墓 龙山公墓那个地方找个适当的地点 我们开第一个停车场 那这个公墓不是私人的 这个停车场不是私人的 其中民众为了将祖先的骨灰 及骇骨能放在一起 会特别重新新建家族墓位 有些人就违规战地 盖个超大祖坟 也因此引发布鲁族人反感 希望管理单位能强化管制规范 原事新闻 把握了台东东河 采访报道 好